柳如烟与我十家相交 早在年幼时就定下娃娃亲 而身为富二代的她 却爱上校园公认渣男 为了保护她不遭受欺骗 我让家里为她转校 可就在毕业前夕 那辆卡车朝我直直撞买 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 凭什么在小时候决定我嫁给谁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寻到了我的真爱 再次睁眼 我重生到进入大学前 那满身脾气的渣男质问我 你就是如烟的未婚夫 我摇头 不 我不是当那道刺眼的灯光朝我直射时 我伸手挡住了眼睛 我 我重生了 一个满脸脾气的男生站在我面前 听说你是如烟的未婚夫 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面孔 我心中冷笑 我不是 他们谣传的而已 哦男生语气冷淡 那如烟是我的了 我不管你以前和如烟什么关系 以后给我老实点听着这番威胁 我不禁翻了的白眼 请便 男生带着人扬长而去 毫不威风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 他叫韩宇皇 这所学校里出了名的渣男 比我们大一介 听说刚进大学 就把一个小女娃娃搞大了肚子 当时差点被勒令退学 还是那个女娃娃 哭死哭活的不怪罪他 这才把他保下来的 虽然韩宇皇没有被惩罚 但他的事情 依旧是闹得满城风雨 甚至到最后 那个女孩子因为打胎事件退学了 而他依旧是嚣张无比 在学校里继续祸害着其他女孩子 柳如烟 就是他的目标之一 前世 我尽力阻拦 然而换来的 却只有柳如烟变本家里的埋怨和报复 而在我死之前 柳如烟毫不例外地和韩宇皇就情复燃了 你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耳边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 抬头一看 柳如烟的闺蜜龙萧萧正在质问我 你就这么让那个渣男接近柳如烟 我瞥了他一眼 你见柳如烟不愿意了吗 不是 不管柳如烟愿不愿意 难道你就这么看着他往火坑里面跳 学校里谁都知道那韩宇皇是什么人 一个死渣男 在他还在埋怨时 我抬手将他的话打断 打住 谁都知道那韩宇皇是个渣男 难道柳如烟不知道 听着我的回答 萧萧的脸色有些难以置信 你难道不知道柳如烟本来就容易被人蛊惑 我始终注视着龙萧萧的眼睛 他是个成年人了 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说罢 我直接起身离开 龙萧萧脸上呈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疯了 龙萧萧难道不是和你从小娃娃亲了 我摆了白手 头也不回得到 那是大人们的漏袭 现在是新时代 法律时代 糟粕要不得离开学校食堂 我独自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 他是个成年人了 他会有自己的选择 这句话 也是前世柳如烟给我说的 那一夜 他紧紧牵着韩宇皇的手 我是个成年人了 我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我强行将他们拉开 并且让人将韩宇皇的手打断 也是从那天 我动用我的关系 大费周章地将柳如烟转校 然而 柳如烟却是从那天开始 对我恨之入骨 终于在四年后 毕业时 他买通工地的大卡车 在我的必经之路上 卡车突然失控 而他 甚至在这四年里 想尽各种办法暗度陈仓 无论如何 都是要和韩宇皇在一起 在我倒在血泊中时 他温柔地接通了电话 并叫电话里的那位宝贝 他恨我 他最常说的话便是 如果不是我 他本可以幸福 但我就让打手 打断了韩宇皇的手 这个仇 他迟早要让我还 从来一次 我不会再干涉他的命运 他的选择 既然韩宇皇是他的选择 那我将会送上我的祝福 同时 我也会向他报复 杀死我 我要让他承受 比死亡还痛苦百倍的滋味 夜幕中 我捏紧了双拳 学校的论坛没过多久 就爆出了一条大新闻 韩宇皇当众表白 大一心境笑花柳如烟 而下面是一张清晰的配图 韩宇皇捧着一束 很廉价的花 单膝下跪 而柳如烟捂着小嘴 满脸娇羞 只是和帖子的喜庆不同 下面的评论 全是声讨 韩宇皇就是个渣男 他妈全校最渣 要不是犯法 老子早就把他的腿打断了 不是 韩宇皇凭什么 那表白的小子 家里一穷二白 就这也行 随意浏览了一下 这些评论和我预想的不差 但恐怕柳如烟 已经做出了选择 上一世 在柳如烟身上 我花了太多的心思 但现在 我满脑子只有事业 我的家族本就不差钱 我随时可以用钱 去换取更想念的名声和未来 当然 柳如烟本来也有这样的资格 在我离开宿舍楼 准备开车出学校的时候 我无意间看到了两道身影 柳如烟牵着韩宇皇的手 那张脸红得像一颗樱桃 他们行走着 韩宇皇一脸骄傲 而就在我准备发动汽车时 他们注意到了我 柳如烟满脸怒意 王山 你什么意思 又想阻拦我 我看着他表情莫名其妙 你没病吧 什么意思 他依旧愤怒 以为我和以前一样 是特地来这里赌他的 只是可惜他搞错了 哟 这不是你那老情人吗 韩宇皇在一旁 阴阳怪气的说道 不是 黄黄你听我解释 提起我 柳如烟的表情显得慌乱 我和他就没有半点关系 都是之前他造谣的 听着这种解释 我心里不禁冷笑 我造谣 柳如烟我告诉你 我本来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别像个苍蝇一样恶心老子 丢下这句话 我直接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从后视镜里 我看到柳如烟掀起裙脚 费力地上了韩宇皇的电瓶车 柳如烟什么时候 做过这种东西 那动作滑稽的 像是马戏团里面的猴子 而在我驶出校门时 韩宇皇的电瓶车停了我车旁 韩宇皇仰头 朝着我吹口哨 那副模样很逃打嚣张 仿佛是在跟我炫耀 柳如烟是他的战力品一般 柳如烟把头埋在了韩宇皇后背 那双手抱他抱得很紧 挺巧 韩宇皇挑心道 瞧我平静回应 柳如烟抬头 他似乎有些受不了电瓶车的狂风 模样有些哀求地看着我 我们要去市区 要不你在我们一城 我瞥了他一眼 不顺路说罢 我摇上了车窗 窗外 柳如烟脸色铁青 而汽车再次发动 我点燃了一根烟 的确是不顺路 早在柳如烟选择用撞死我 来为韩宇皇报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哪怕他和我的家族失交 从那时候起 我们也已经是敌人了 柳家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才会在小时候 就和我定下娃娃亲 也就是想的 以后两家的家业 可以由我和柳如烟共同打理 小时候 母亲就经常告诉我 柳如烟可是你未来的老婆 你什么东西都要让着她 好东西也要留着给她 要学会保护她 要呵护她成长 这是作为男人的责任 这一切 在过去二十年里 我都做到了 但我从未想过 我居然在未来的某一天 会死在柳如烟的手里 死在我精心呵护的女人手中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柳家的东西 你柳如烟守不住 那我就照单全收 你柳如烟 想要犯贱 那我就让你自己作奸自己 我倒是要看看 你柳家两老哭着求我的模样 早在我重生时 命运的轨迹 就已经改变了 而开车刚上高速 我的电话却是响了起来 听萧萧说 你和如烟在吵架 电话里传来柳母的声音 没有啊 只是她谈恋爱了而已 我随口道 谈恋爱 她不是一直在和你谈吗 柳母与其诧异 和我谈 什么时候的事 她不会是拿我再当幌子吧 我直言不讳的说道 总之啊阿姨 我和如烟就是普通朋友 对她不太了解说吧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以前柳家想要了解柳如烟的情况 经常会找我打听 但只要我说一点不好 柳如烟就会找上我的麻烦 所以以前基本上 都是我在给她打掩护 但现在不会了 这次离开学校 我要做的正式创办公司 根据我脑海里 对这四年间发生的大事件记忆 再加上家族里的力量 恐怕甚至会比前世成功的更加轻易 而且 针对柳家的残食计划 我也在悄然盘算 既然要复仇 那就彻彻底底 让柳如烟一无所有 公司办理流程并不麻烦 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就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 而经营的内容 也是和家族相关的影视行业 未来四年 新媒体将会是一个大风口 传统的影视行业 也会迎来大变革 创办公司的目的 不仅仅是吞并 也是要让家族更上一层楼 而就在我回到学校时 我却撞见了气势汹汹的柳如烟 王山 你给我站住 有什么事吗 我原地站定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不就是谈个恋爱吗 你就给我妈告状 你就是个窝囊废 有本事 你就来和韩与皇宫平竞争了 只会在背地里弄这些事情 算什么本事 男生寝室面前 许多道目光朝我看来 因为柳如烟长得漂亮的缘故 那些男生的目光 对我都是带着一种敌意 柳如烟 别搞得你像个受害者一样 你跟谁谈恋爱 和谁谈都和我没有关系 我很郑重地对他说完 便是直接转身离开 把一个从垃圾堆里面翻出来的废物 当成宝的人 也不过就是那样了 还有必要和他纠缠更多吗 很显然没有必要 但好像柳如烟根本不信 一路跟着我 走到了宿舍楼下 你要是不在意 你会在家里大张旗鼓地说 他都吼着 对我指责 王山 我告诉你 要是我的恋爱因为你黄了 我跟你没完 柳如烟的话 带着很严重的威胁 这一瞬间 我想起了他将我撞死后 那张得意的脸 啪 一个巴掌 我没忍住直接扇在了他的脸上 他一个亮呛 捂着脸难以置信 你 你敢打我 柳如烟做事就要发狂 他挥舞着想上来抓我 我退后一步 走进男生宿舍楼里 柳如烟 老子告诉你 你的事情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你想怎么样是你的事情 那是你妈问我的 老子没兴趣去说关于你的事情 妈的 见人一个 我破口大骂 不得不承认 我骂出来之后真的很爽 就好像胸口的一股气顺畅了 只是我的举动 让男生宿舍轰动了 那些男生们 都是纷纷驻足 将目光看向我 在这一道道的注视下 柳如烟满脸震颤 身体激动的发抖 王山 王山 你给我等着 说吧 他直接捂着脸跑开 我眉头微皱 不禁摇头 因为我清楚 恐怕麻烦很快就要来了 果然 爽是有代价的 自古红颜多祸水 柳如烟也不是个例外 回到宿舍 一帮是有直勾勾的看着我 但他们之前也清楚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并没有多问什么 没有十分钟 我的电话响了 打来的是柳如烟的闺蜜龙潇潇 王山 你敢打他 刚接通 电话里就传来龙潇潇的破口大骂 哦 怎么 要不分青红皂白的兴尸问罪 我语气平淡 你打女人 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你打的还是如烟 渣男 我将电话拿远了一点 但还是很战儿 哦 那让他去烦好男人吧 别来烦我说吧 我随手挂断了电话 龙潇潇也是个蠢女人 只会对我好 那渣男韩宇皇 把柳如烟拐走的时候 他也只会和我好 只能说有些无趣 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刚刚成立公司 无论是微电影还是短视频 我需要脚本 也就是剧本 在我认真浏览 那些版权投稿的时候 楼下传来一阵高喊声 王山 你给我下来 敢打老子女朋友 楼下 韩宇皇带着三两个小弟 站在楼下 王山 你下来 老子保证不弄死你 我淡淡地往下瞥了一眼 几个室友走到我身边 山哥 不用怕 我们兄弟帮你 我摆摆手 对付这种货色 还用不上在他的喊声中 我走下楼去 那韩宇皇看到我 顿时眼睛发光 你还敢来 啪 就在他靠近的瞬间 又是一个巴掌抽过去 我弹幕地看着他 而他身边那三两小弟 顿时围上来 他妈的你活腻了 我背着手 面不改色 韩宇皇 让他们想清楚 在动手 我笃定的样子 让韩宇皇有些心慌 你什么意思 你打了我 打了我女朋友 还不让我动手 听到这话 我不禁有些想笑 既然柳如烟是你的女朋友 那你应该会对我 有一些了解吧 话音落下 韩宇皇脸色微变 了解我 还敢这样对我叫嚣 你韩宇皇当真是 要面子不要命啊忽然 我身后 响起一道急刹车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停下 从上面陆陆续续 走下七八个人 每个人身上的肌肉线条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韩宇皇从始至终 就没有和我抗衡的资本 但那些为了保护柳如烟的手段 在他看来 都是在阻止他奔向幸福 我的人走下来 顿时将韩宇皇一行人围住 而没有几秒 这渣男的脸瞬间变了 山哥 山哥 我不知道是您吗 嗯 不是不是 是我脑袋抽筋 是我不对 韩宇皇抽 打着自己的脸 我给你道歉 是我有眼无珠 我是蠢货 你就看在柳如烟的面子上 放过我一马吧 听到这话 我被逗笑了 柳如烟 我连他都打 你觉得有什么面子 我的话 让韩宇皇脸色铁青 如果是在上一世 为了让柳如烟不受伤害 我真的会打他一顿 但现在 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 那样做 倒显得我像个恶人 是阻挠罗密欧 与朱利叶相爱的反派 山哥 我给你道歉了 真的是我有眼无珠 我只是瞥了他一眼 随意地挥了挥手 滚 别来烦我 转身离开 我也是挥了挥手 遣散跟在我身后的那些人 这些打手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因为柳如烟才养的 之前家里就一直跟我说 作为男孩子 一定要有保护女孩子的能力 在女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 要挺身而出站出来 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哥哥 一个合格的好男人 我一直都将这些话 作为我的人生信条 而保护柳如烟 也是从小刻在了骨子里 我就像个骑士 一个可以为公主抛弃投入的骑士 但现在看来 就像个笑话 闹剧很快结束 快得甚至没有惊动学校 我回到宿舍 继续研究着我的剧本 晚上刷论坛的时候 论坛上添油加醋的 多了几条消息 韩宇皇为了女朋友 和低年级王山对峙 那王山就是个 会打女人的渣男 看着论坛 我不禁皱了皱眉头 这些论坛 可能是韩宇皇 花钱买的水军 想等柳如烟看到的时候 能知道他做的那些英勇事迹 我不禁冷笑 这实在是太无聊了 韩宇皇之前搞大过别人肚子 当时论坛风言风语 而在控制论坛舆论 韩宇皇早就如火纯青了 只是可惜 柳如烟又怎么会知道 第二天 我照常开着车出学校 公司刚开 今天约了几个作者 聊剧本的事情 然而就在我在车上 准备点火时 正好看到韩宇皇 和几个人走过来 隔着车窗 我听到他们的说话声 呵呵 妈的搞定柳如烟 那个富家女 下半辈子都不愁了 还是韩哥幸福 想其人知福 少说屁话 一会我要去找我女朋友 记得帮我打打掩护 人做着龌龊的动作 韩宇皇笑骂着 当然是最会玩 花样最多的那个 几人渐渐远去 我不禁摇头 开车一路朝着 新公司的地方而去 等办完事情 也是差不多下午了 一天的时间 我选定了可以拍摄的剧本 这段时间 作者也会去进行 最后的修改 而就在我回学校的路程中 我却再一次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军越大酒店门前 韩宇皇搂着一个 前途后翘的女人 两人一围缠 黏着从酒店里走出来 韩哥 人家会想你的 你不会又要回学校 和那个傻白天鬼混吧 韩宇皇捏了捏他的脸 我和他玩 只是为了钱 你才是我真正喜欢的人 这一幕只让我觉得恶心 但韩宇皇是什么人 又不是第一天了解他 倒也正常 红绿灯变化 我发动汽车 直接朝着学校奔驰而去 当我回到宿舍的时候 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 备注显示着龙潇潇 接通电话 我顿时有些不耐烦 你烦不烦 到底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龙潇潇的声音 王山 你到底算什么男人 你明明喜欢柳如烟 现在就要缩起来当一个懦夫 龙潇潇声音愤怒 没等我说话 他又继续吼报 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 你知不知道柳如烟 今天已经去和那个渣男开房了 就在旁边居约大酒店 你就这样干看着 听着这些咆哮 我丝毫不意外 哦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 我再交正一点 我不喜欢柳如烟 你放屁 话音刚落 龙潇潇顿时反驳 你要是不喜欢 这么多年对他无微不至的干什么 你有病 是的 以前有病 但是现在没病了 我弹幕的说道 说完了吗 说完我挂了 懦夫 你这个懦夫 龙潇潇生气的吼着 你知不知道那渣男到底有多渣 我已经说了 和我没有关系说吧 我直接挂断电话 手机不断震动 龙潇潇还在不断给我电话 但我直接将电话调整成精英 一夜的功夫 龙潇潇给我打了三十多个电话 我看着未接记录 不禁是有些想笑 既然你这么想救柳如烟 为什么不自己出面呢 作为闺蜜阻挠 应该不难吧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一世 我不过是一个冷眼旁观者 他柳如烟有他自己的选择 而我会让他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 不觉间 我居然已经捏紧了拳头 我本以为我可以平静的 早上 吃完早饭时 正好看到柳如烟和韩宇皇依偎着 一脸幸福的从外面回来 两人明显一夜未归 柳如烟的头发有些凌乱 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件衣服 我心里不禁冷笑 薛月酒店 昨天韩宇皇还和那个女人 从里面走出来 搞不好 带柳如烟去的酒店房间 还是刚睡完的那个房间 简直是肮脏污秽 两人似乎也刚好看到了我 韩宇皇的目光躲闪 而柳如烟却是一脸凶狠 他贴在黄宇皇耳边说着什么 黄宇皇拉着他 匆匆从另一条路离开 看到这里 我轻笑着 只要不来招惹我就好 至于两人发展到什么地步 怎么发展 那是他们的事情 与我无关 从学校出发 我又一次去往公司 今天剧本已经修改差不多 选举的工作正常推进进行 而今天来的几位之中 又一个女孩子模样乖巧得很 你好 我叫小小 全名吴小可 剧本看了吧 看了对话时 女孩微微低头 模样很是清秀 那开始试镜把我朝着一旁的导演点头 看表情 导演对小女孩的外貌也很满意 片段很快开始 这是一个青春校园剧 不到五分钟的表演 全场都在拍手 很好 太好了 这张脸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初恋脸 就算是剧本的原作者 也是在开讲女孩 长得就像是她写书时想象的原型 吴小可低着头 不敢看我 导演走到我身边 低声说着 你说 要不就定他 晚上我安排个饭局 我们一起喝点听到这话 我便是明白其中的前台词 影视圈这个行业 的确是有很多钱 规则 特别像是吴小可这样的新人 想要上位 这一顿酒局是躲不了的 而酒局之后 会发生什么 那就要看我是什么心思 摇了摇头 不用 还是难以置信的看向我 真的不用安排 我直接白了她一眼 把工作安排好就行 别跟我玩那套 是 是明白 在导演卑躬中 我起身离开 吴小可的简历我看过 是一个很努力的女娃娃 从小地方一路到影视学校 又到现在努力面设这么多个剧场 以她的条件 不可能没有细适合 但是为什么没有剧场收卡 答案显而易见 我并不想用那些肮脏的规则 来玷污这么一个女孩子 或许 这可以理解为我的遗憾吧 这一世 需要我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学校里的时间过得很快 一周的样子 所有选局的工作都已经完成 而我也听到了一个劲爆消息 柳如烟怀孕了 这是龙潇潇传出的消息 咖啡店里 龙潇潇戴着口罩 把自己包裹的掩饰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为什么不阻止柳如烟 我看着她 你约我出来 就是为了责怪我 为什么不阻止 这次咖啡店 是龙潇潇约的 你知不知道 怀孕对于柳如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家族 可不允许出现那样的丑闻 我看着她的眼睛 我不是已经说了 她和我无关吗 听着我的话 龙潇潇急了 你知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你为什么不深想一下 王山 我是为你好 你就算不想和柳如烟有什么关系 那也要正正规规的和她撇清 你有没有想过 柳如烟在外面怀孕 但是所有世家都清楚 你们从小定过娃娃亲 不仅对于柳家名誉有损 对于王家也是一种损害 龙潇潇的语速很快 你们两家 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关系破裂 端起咖啡 我淡定的抿了一口 这一点 我的确没有想过 但是龙潇潇 你不明白我经历过什么 柳如烟是一个成年人 她应该为她的选择承担责任 怀孕这样的丑闻 也是她的选择说吧 我拿过一颗方糖 要加糖吗 龙潇潇气得抱紧了手臂 简直跟你说不通 说什么你都不急不慢的 下周就是我家老太君的生辰了 你们和柳家都要来 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把生辰搞砸 听到这话 我不禁倾笑 怎么可能 我爸妈和柳家两老 都不是没脑子的人 就算是柳如烟的事情暴露了 那也不是会在生辰上 来对治的事情 龙潇潇本身也是世家 所以才和柳如烟关系颇好 之前 她一直觉得 我和柳如烟简直是绝配 在柳如烟没有爱上 那个渣男之前 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很融洽 龙潇潇捂着脑袋 啊 我真的烦死了 你难道还不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放下咖啡 我注视着她说道 龙潇潇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之前 我的确有在认真对待柳如烟 但现在 我也郑重地告诉你 我和柳如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所谓的娃娃亲 就当做是大人之间的一个玩笑 把龙潇潇还想开口说什么 但被我直接打断 另外 就算柳如烟现在打了胎 你觉得我王山会要一个怀孤怨的女人吗 我的语气有些严肃 令龙潇潇都是一愣 早在柳如烟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吧 我直接起身 龙潇潇 我感激你这段时间的努力 但事实已是如此 龙家老太君的寿臣几乎每年都要办 但今年是八十诞辰 寿李更加隆重 基本上本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都要来祝贺 我家和柳家自然也不例外 因为公司的事情 我忙到下午 才开车匆匆朝龙家别墅本去 一进大门 我便看到父母的脸色对我很不友善 连带着不善的 还有柳家的两位 王山 你给我滚过来 母亲朝我吼着 我只能老是过去 你怎么敢打柳如烟的 他 一个巴掌抽在我脸上 我没有躲 捂着脸 我看了看一旁依靠在柳母怀里的柳如烟 那柳如烟一脸得意 正微微仰头看我 我心中冷笑 原来在这里等着我 母亲打我 其实是打给柳家看的 这一点我也很清楚 耳边继续传来母亲的声音 给我滚过去道歉 而这时 柳母的声音传来 哎呀 今天是龙家老太君的生辰 不是我们的主场 我们就不要搞这些了 而且 小山以前对我家如烟这么好 这次肯定也有原因话音刚落 柳如烟顿时撒娇 妈 你说什么呢 就是王山 他对我的态度简直恶劣 你这丫头 自己做了什么 别人为什么会生气 你怎么不说说 柳母还算知书达理 简单说了柳如烟两句 但柳如烟做了个鬼脸 继续无视我 宴会很快开始 龙家老太君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 众人开始鹤里环节 气氛也热闹无比 而就在晚宴结束后 柳如烟却又一次开始作妖了 他拿着一张照片 怒气汹汹地站在龙家老太君身边 老太君 您给我评评理 我想和王山退掉那所谓的娃娃精 老太君抬起头 妮子 这不是胡闹吗 小山多好啊 有担当又这么帅的一个小伙子 龙老太的声音很刺响 但因为老太君是今晚的核心 所以柳如烟算是成功地 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 您看 这可是王山做的好事柳如烟说着 递出去一张照片 而且他还因为这个女人打我 我怎么可能嫁给这样一个 有暴力倾向的人 这般话音落下 众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甚至有几个还窃窃私语起来 柳母顿时呵斥 柳如烟 你给我回来 怎么这么不懂事 今天是龙家老太太的生辰 你在做什么 妈 你不给我评理 我让老太君给我评理不行吗 我没头微皱 他又在做什么药 今天老太君生辰 我也是秉承着相安无事的原则 不和他闹 谁知道他步步紧闭 我走上前去 看到照片上 正是吴小可失戏的场景 而我起身 因为错位原因 就像是吴小可趴在我怀里一样 我不禁怒目 柳如烟 你觉得这样的挑拨很有意思吗 柳如烟故作嚣张 那张照片直接甩在我的脸上 你管这叫挑拨 老太君 您就做主 在他们的见证下 取消我和王山的娃娃亲了 不然以后 他在外面鬼混 传出一些风言风语 对我不好看龙老太君的脸色 是有些愤怒的 王山 到底是什么回事 当年你们柳家或王家的娃娃亲 我也算是的见证人 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你要是不喜欢如烟 你早点给大人们说 我们又不是封建社会 我眉头微重 但面对老太君 我还是很礼貌的靠近 老太君 我很喜欢如烟 很喜欢你还这样 还去勾搭别的女人 而且还是个戏子 老太君轻拍着我的手臂 众人都是对我投来失望的目光 那一叨叨目光 似乎在感慨 没想到我王山是个不学无数的顽固 可我摇头 我的确很喜欢如烟 但那也只是曾经了 这么多年 我对他无微不至 但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所以老太君 并不是我花心 更何况 我和照片上的女人 没有任何关系 我注视着柳如烟的眼睛 她本知道我们有娃娃亲婚约 但还和别的男人鬼混在一起 这又算什么呢 王山 你说清楚 我什么时候和别人鬼混了 我摇头 柳如烟 本来还想给你留点脸 这张脸是你自己不要 你有没有和别的男人鬼混 你肚子里的孩子 能够说明一切 那孩子可不是我的 你可千万别带上我 我的一番话 直接将龙老太君弄蒙圈了 他的目光 在我和柳如烟之间徘徊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而众人的目光 也是精彩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 仿佛在看一出大戏 你 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自己去查 柳母怀孕可不是小事啊 我想你们找时间 也应该见一见 如烟真正的男友 看看您家女儿 看上的是什么货色 话音落下 我直接转身离去 而那张被柳如烟 用来造谣的相片 直接被我撕碎了去 身后一片混乱 柳母直接冲上去 把柳如烟拉了下来 王山 谁告诉你的 是谁告诉你的 柳如烟抓狂的声音 传入我的耳中 我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不用看我也清楚 柳如烟现在的模样 一定是丑陋到了极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龙潇潇 你这个贱人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他依旧在咆哮着 咆哮声中 似乎夹杂着老太君的呵斥 当我开车离开时 看到柳母和柳伯父 将柳如烟拖回车上 这次闹了这么大一件事情 柳家的脸怕是要被柳如烟丢光了 这世家之中 谁的家境不好 谁会要一个怀过孕的女人 这一次闹腾 柳如烟想嫁门当户队 她已经嫁不出去了 我很清楚 他柳如烟今天唱着出的目的是什么 我毕竟是世家中 公认和柳如烟定下娃娃亲的人 而他 想在所有世家面前 狠狠踩我王山一角 并且和我撇清关系 这样的话 他以后和韩宇皇发展 就没有任何顾虑 我不反对他想和我撇清关系 他错就错在 想把我的名声搞臭 既然你想把我的名声搞臭 那我就让你一臭万年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看柳如烟还是很擅长的 不出所料 之后的一个星期 柳家直接和王家断了联系 柳如烟也没有过来读书 听龙潇潇讲 柳母抓她去医院查身体了 而怀孕的事情 也是基本上坐实 柳母想让龙潇潇 把韩宇皇带回家看看 再决定要不要打掉 校门前 韩宇皇和几个小混混站在一起 身边还意味着一个 穿着超短裙的女人 又是新面孔 每天在韩宇皇身边的女人 还真是不会重样 其实有时候 我也有些难以理解 为什么韩宇皇这样一个 除了脸还能看看 其他一世无成的人渣 可以被女生们青睐 甚至让见惯了各种丰富物质的柳如烟 都神魂颠倒了 而她站在校门前 正在炫耀自己搞大了 新生校花的肚子 你们是不知道啊 那柳如烟可是个富家女 要是等她把孩子生下来 我也算攀上豪门了 直翻话 让她身边的那个女孩 洋装生气 韩哥 那你是不要我了 韩宇皇顿时抱住女孩 哪有 我就知道韩哥最好了 其他几个小弟 也是对韩宇皇各种奉承 那是 我看到的王山 之前脸都黑了 真是太精彩了 对吗对吗 自家养了这么多年的白菜 被拱了 谁不脸黑 韩宇皇对着一个小弟的头 就是一拍 你管谁叫猪呢 另外几个小弟顿时跳起来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没有读过几天书吗 这一幕直接把我逗笑了 柳如烟深爱的 就是这么一个级品 多少是有点无趣 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 我直接拉开车门上车 今天公司第一场戏结束 而我想让电影在跨年档上映 所以无论是进度上 还是资料注册上 都需要更快一点 我不像柳如烟 坐拥金山 却每天将心思 沉溺在这所谓的情情爱爱上面 没有半点意思 我很清楚 我们在外面的名声并不见得好 很多人说 不就是投胎好 什么本事都没有 不过就是个纨绔 但他们说这些话的人 从来没有想过 生在这样的家庭 需要的能力会更多 需要学习的东西 要承受的压力 往往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当然 也有玩裤子弟 但我家只有我一个 我必须得担当 在影棚里 我看完了第一幕的半程片 故事讲的是青春校园青涩的爱情 吴小可的演绎张力很好 当画面定格在那张青春靓丽的脸时 我对这个特写比了个大五指 很好 就按这个质量下去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顿时间录音棚里响起一阵欢呼声 万岁 我笑着看向众人 给你们两天假期 然后接着看 人群之中 我看到了吴小可正低着头 小脸微红 她入席很快 但是在这样人多的欢呼中 小可似乎显得有些羞涩 但很快 我便知道我想错了 因为她拿着自己的手机 走到我面前 王总 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 我微微一愣 就连旁边的导演和编剧 都是给我投来了奇怪的眼神 这两个老东西 瞥了他们一眼 我有些无语 怎么 我偏头疑惑着 小可顿时慌乱起来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就是在想 这是您选的本 剧本上有一些要求 我可以和您讨教 或许是因为慌乱 至少的借口都是有些好笑 也没有人揭穿 都是眼神期待地看着我 好吧 你扫我拿出二维码 我并没有为难这个小姑娘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影棚外面 王山 你这个人贱人 果然是跟这个贱人在一起 那道身影呵斥着 直接冲了进来 果不其然 能如此气势汹汹冲进来的 也只有柳如烟 她看着站在我身边的吴小可 直接抬手就要一巴掌 就在那只手悬空的瞬间 却是被我直接牢牢抓住 你在做什么 我冷声质问她 王山 你现在为了一个贱人 都敢直接推我了是吧 她抽回自己的手 满脸怒意地看着我 看看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是我的录音棚 你冲进来 我可以让警察把你抓走 能懂吗 还想打我的演员 耽误一天你赔给我 话音落下 柳如烟的吼声更大 我呸 不就是一个破影棚 一个十八线开外的小演员 老娘打不起吗 这般发狂 让我直接愤怒了 柳如烟 你他妈要发疯 去其他地方发 我这里不欢迎你 免得到时候动了胎气 有人找我麻烦 我俩的争吵 让其他人都是时序的推开 我给你三秒钟 你自己滚 还是我让保安碾人 三 二 以前在我的呵护下 柳如烟什么时候受过威胁 而现在在我的威胁下 柳如烟差点哭出声来 我妈说要在周末 让韩宇皇跟我回去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单默地看了她一眼 我帮不了你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王山 是你毁了我 是你让我在家里面抬不起头 现在你就是这种态度 听到这话 我直接气笑了 柳如烟 你搞清楚 是你他妈想在龙老太君的生辰上毁了我 现在 立刻 给我滚出去 被我这么一吼 柳如烟顿时烟了 你以前不会这么说我的 那是以前 这样的话 令我更加愤怒 现在 立刻 滚 我咆哮着 柳如烟退后了几步 她眼里带着泪痕 虽然在离开 但还是开口说道 周末我妈请了你们家 你应该也要来 我希望你不要说风凉话 冷冷看了她一眼 我并没有回话 呵呵 还需要说风凉话 韩宇皇那人在看到我 恐怕就像个孙子 回头拍手 我安抚了一下剧场的情绪 以后你们一定要加强安保工作 像他这种闲杂人的 一定不能进 在临近周末时 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小莎啊 周末早点回来 我们要去一趟柳家 嗯 知道了电话里 传来母亲的叹气声 哎 你说好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就这么昨见自己 倒是你 都不阻拦一下吗 听着这种责备 我无奈轻笑 妈 你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能阻止得了的吗 我又不是柳如烟父母 哎 怎么说话的 我们如约而至 柳家里面 柳母和柳伯父 笑脸盈盈地接待我们 只是那柳母 看我的眼光 总是有些隐晦 像是欲言幼稚 左足两个小时 都已经过了饭点 还没把柳如烟 和他男朋友等来 直到就连我母亲 都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那别墅的大门 才缓缓被推开 你说我牛奶 会不会买少了一点 阿姨应该不会嫌弃吧 韩宇皇的声音 从门框处缓缓穿出来 不会 都怪你 现在都迟到了 快跟我进去 设施了 这不是想第一次登门拜访 要做一些准备嘛 他俩以为 在外面距离很远 不会被听到 但却没想到 楼下大门处的对话 在楼上客厅 听得清清楚楚的 这一刻 就连柳母的表情 都不是很好看 一家人围在这里 饭点都过了一个多小时 两人又在下面 磨磨蹭蹭了五六分钟 才看见韩宇皇 拎着两大口袋礼品 满脸通红地走上楼来 妈 我们半路上车坏了 所以才担了这么久的 柳如烟挽着他 在一旁解释着 然而我看着两人通红的脸 很清楚地知道 那所谓的车是什么车 电兵车都会坏 我脱口而出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我 而柳如烟的脸色 更是变得铁青 那眼神几乎是恨不得吃了我 韩宇皇的脸色同样不好 他看着我尴尬地笑 估计是也没有想到 我居然会在这种地方 昏黄的灯光下 我看见他的额头上 都是有冷汗冒出来 而韩宇皇反应也算快 有些窘迫的拎着 大包小包的东西向前 罗母 叔叔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话音未落 众人的目光 都是落在那 韩宇皇买来的礼品上 土鸡蛋 牛奶 苹果 香蕉 柳母皱着眉头 来就来 买这些干什么 我家也不缺水果呀 而柳伯父则是头也不抬 如烟啊 以前别人送礼 不都是放在楼下就好了的吗 怎么还特地提上来 爬得楼梯不累吗 这番话 可以说是很直白了 明明放在下面就好 就这点破东西 还需要买上来炫耀 我妈也是在一旁摇头 其实无论东西贵重与否 柳家都不缺 而提着这些水果妖宫的行为 几乎就已经把韩宇皇的印象分扣完了 她根本弄不懂柳母和柳伯父在想什么 包括柳如烟 她也根本不懂自己爹妈想要的是什么 我也摇头 说实话 以前的那段时光 恐怕我比柳如烟更懂她的父母 这也就是柳母和柳伯父 一有点什么事情 就会直接问我的原因 水果和牛奶 我们这里应该没人需要喂问品吧 我大漠的开口 连头也没抬一下 我的话 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柳母直接冷着脸 赶紧给我把东西提下去 然后吃饭 这一次 就连柳如烟都是不敢反驳自己母亲 哦低着头 柳如烟和韩宇皇将水果拎着下楼 不得不说 两人弯腰收拾水果的画面 真的很滑稽 和什么样子的人在一起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柳如烟原本不是这样的 她优雅大气 从小极千万宠爱于一身 做事从来不会这样小家子气 但现在和韩宇皇 柳如烟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又是五分钟后 那些饭菜才摆在桌子上 虽然柳家厨师有重新加热过 但看起来饭菜色泽明显差了一层 柳伯父端着碗 有的时候 做人就像做饭 时间过了 就不好吃了这番话虽然说的随意 但仿佛若有所指 这让韩宇皇顿时紧张起来 伯父 我敬你 他双手端着酒杯 模样局促滑稽 柳伯父抬眼看了他一眼 连手都没有抬 爸 看着韩宇皇尴尬的模样 柳如烟急得不行 柳伯父则是加了口菜 饭都还没吃两口呢 伤未听到这里 韩宇皇才接住话题往下爬 是我欠妥 是我欠妥了 他善善笑着 尴尬的挠了挠头 这个插曲 让饭猪的气氛变得很尴尬 柳母看着我 朝我碗里夹菜 来 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吃这个的 多吃一点我扒了一口菜 笑着回应道 以前是爱吃 现在不太喜欢吃了 柳母也是尴尬的笑着 哎 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 咱家没这么多规矩 好嘞 吃饭中途 柳如烟一直在努力着 想要介绍韩宇皇 但是每次得到的回应 都是有些不咸不淡的 到后面 柳如烟的脸色铁青到了极点 恐怕如果不是大家都在吃饭 以他的脾气 真的会爆发出来 柳伯父 伯母 我是柳如烟男朋友 这件事情其实也蛮抱歉的 话音未落 柳伯父便是打断 不用抱歉 到时间打掉就可以了 你们都还小 不要就这样决定自己的一生 爸 你说什么呢 凭什么 柳如烟捂着肚子 一脸愤怒地看着柳伯父 凭什么 柳伯父的脸色变得更加严厉 那倒本就威严的目光 直勾勾地落在韩宇皇身上 韩宇皇目光躲闪 甚至向我投来求助的神情 如果你是个认真负责的人 那就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更何况 我女儿今年十九 刚成年满一年 你比他大一点 却没能带领好他 引导好他 伯父放下晚 脸色平静的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所以与其纠缠 不如早断 这个孩子 我们柳家不要就是饭桌上 众人动作都是一脚 伯父 你你我说 我不是抱着不负责的态度来的 就是因为负责 韩宇皇解释着 但华英直接被伯父抬手打断 你是说 就是因为负责 才过来特地给我一个交代 我不需要这样一个交代 场面再次尴尬 爸 柳如烟顿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你们凭什么不再见他 韩宇皇很好的 是我见过很努力的男孩子 他有很多优点 你们可以慢慢发现呀 凭什么 凭什么从刚才进门开始 你们就处处针对他 难道就是因为有王山在吗 果不其然 他还是爆发了 我太清楚柳如烟的性格了 家里必须对他摆一摆顺才可以 他从来不会反思 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虽然早有预料 但我还是没想到 他会把事情扯到我身上来 是 王山就是比他好无数倍 柳伯父也是怒了 直接会对道 但韩宇皇才是我的男朋友 我缓缓起身 看着柳伯父说道 其实今天我们好像就不应该来的 伯父 我和爸妈他们还是先走吧 诶 说的哪里话 饭都还没吃完 听到这里 柳母顿时站起来阻止 韩宇皇也算有自知之明 伯父伯母 对不起 其实该离开的人应该是我 对不起了说着 韩宇皇居然站起来 90度鞠躬 做完这一切 他直接朝着楼下走去 韩宇皇 宇皇 柳如烟见状 差点失了神 直接朝着韩宇皇的背影追去 柳母安抚着柳伯父的情绪 吃饭 吃饭 我们先吃饱饭啊 他们年轻人爱折腾 真是见笑了母亲笑着 低头吃饭 小沙呀 以后记住家教 端起来的碗 就一定要规规矩矩 把饭吃完 知道了妈 我回应着 埋头吃饭 众人沉默不语 虽然沉默 但在座的都是心知肚明 韩宇皇 无论是礼书还是出发点 都触到了柳家两老的眉头 楼下传来了大吵声 韩宇皇和柳如烟在门外吵架 隐隐约约到时可以听见一些内容 你家既然不待见我 那为什么还要叫我来呢 这是韩宇皇责怪柳如烟的声音 那是他们 我是我 柳如烟同样嘶喊着 宇皇 我会给他们做工作的 他们需要时间 之后的声音渐渐变小 好像是人走远了 听不太清楚 但我看到刘母脸色微变 柳伯父更是将碗筷放下 我吃好了 今天的事情 还真是抱歉了各位 吃完饭后 柳伯父回到了书房 而客厅里 就只有柳母和我爸妈 拉着无关紧要的家常 老柳啊 我们今天就回去把母亲站起身 光是一顿饭 也没帮上什么忙 怪不好意思的 哪里的话柳母笑的眯起眼睛 我送送你 然而就在起身时 楼下传来一声众响 砰 玄关的门被人重重破开 柳如烟推门而入 脸色铁青 爸 妈你们什么意思 一进门 柳如烟便是质问 柳母皱着眉头 还有客人在这里 一会儿再说 什么客人 下一刻 柳如烟直接将矛头指向我 王山 我看你就是故意在这里的 是吧 不恶心我一下 你是一点不会舒服的 他快步朝我走来 但是在靠近我的时候 还是停了下来 柳如烟对我 还是有着几分忌惮 我恶心你什么了 面对这张曾经 我拼命想保护的脸 现在我只是白了他一眼 如烟 柳母呵斥着 和别人有什么关系 不要在这里闹了 这不说还好 一说柳如烟更加愤怒了 然而下一秒 一个巴掌 直接抽在了柳如烟脸上 怕 是柳伯父动手了 他站在我身边 脸色铁青 空气安静的可怕 柳如烟捂着脸 眼神难以置信 给我滚回房间 从晴天起不许出来 柳伯父的声音 打破了这份安静 下一秒 柳如烟瞬间嘶吼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你肚子里 怀了一个孽种 柳伯父也是不留口德的 直接开骂 在孩子打掉之前 不许给我出来 最多半个月 我带你去市里面 最好的医院可话音落下 柳如烟便是挣扎起来 不要 我不要 柳如烟在一旁劝道 如烟听话 爸妈是为了你好 你不能再和他们那些人鬼混了 不行 我和你爸带你去其他城市 没什么关系的 没人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 这话已经说得相当露骨了 可柳如烟还是挣扎着 我不要 为什么不能是韩羽黄 我很爱她 你们根本不懂她 如果她的家庭条件好一点 她一点也不会比王珊娜的家伙差 可是她的嘶吼根本没有作用 在柳伯父和柳如烟的控制下 还是将她反锁进了房间 我爸妈也很适去的拉着我离开 临走时 我最后看了她的房间一眼 那是曾经我想娶的女孩 但那只是曾经 我要做的 还不止于此 别说爱 父亲坐在副驾驶 满脸感慨 你说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子 我摇头 不清楚 应该是我不讨人喜欢吧 就我们这几个人 还在说风凉话呢 父亲笑骂道 算了 反正这娃娃亲也就是说说完 我也不会真让我儿子 娶一个怀过孕的二手货 就你会说话 母亲在后座打了一下她 转头朝我说道 快开车 车就在夜幕中前行着 我自顾自点燃了根烟 在这晚之后 我在学校里面 还真没有再看见柳如烟的身影了 龙潇潇跑过来找了我好几次 问我发生了什么 对于柳如烟在她奶奶生日上 闹的那件事情 她好像也蛮生气的 你说 柳如烟为什么会这么执迷不悟 她仰着头问我 我轻笑 人总是以为 全世界都在阻拦她 奔向幸福 但殊不知 很多时候 是全世界用尽各种办法 在拯救你听着我的答案 柳如烟居然扑斥一声 直接笑了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 你是柳如烟的全世界 我连忙笑着摆手 不是 我高攀不起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朝着我们走来 是拍完戏的吴小可 她今天应该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纯白的毛衣配合妆容 看起来很乖巧 看到吴小可 龙潇潇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你的女朋友 听到这话 吴小可瞬间低下了头 明显害羞 但是龙潇潇却是直接站起来 开始捏吴小可的脸 就这颜值 在我们学校 绝对也是笑话啊 快说你从哪里拐的 龙潇潇开着玩笑 然而吴小可却是真的害羞了 一路学校里的学生来来往往 自然是有不少人将目光朝这边看来 的确 吴小可的颜值 哪怕在学校里 也并不比柳如烟差 你就别逗人家了 这不是我女朋友 但也算是剧组里面的顶梁柱 龙潇潇对我的情况也还算比较了解 听到这里 顿时怯笑起来 我就说柳如烟 怎么会拿这件事污蔑你 原来你这绯闻女友是真有其人 对于龙潇潇 我只能无奈摇头 这个女人 不能说她蠢 只能说八卦多事 一天就你会说话 对了 今天是过来做什么 我看向吴小可 今天的见面还是她在微信上约的 其实 其实也没什么事 吴小可站在原地 脸红的发烫 龙潇潇一脸看不下去的表情 快坐下来 现在又不是在公司 她王山还没这个胆子装老板 没必要这样说话 这话音落下 弄得吴小可 只能惊慌失措地答应 然后在龙潇潇的动作下 跟着坐了下来 你可别教坏我员工 看着坐在身边的吴小可 我看向龙潇潇说道 嗯 仅仅只是员工吗 那种目光 直接让吴小可 直接低下了头 就你会捣乱说吧 我转头看向吴小可 说吧 什么事情 吴小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其实就是电影 不是拍完了吗 我们也看了几遍 但都不是最终版 我想 我想到时候 最终内测的时候 可以和你看话音落下 坐在对面的龙潇潇 脸色已经开始变得有趣了 你就去看吧 我觉得蛮好的 我白了他一眼 没等我说话 一旁的吴小可支支吾吾的开口 要是没有时间的话 就算 没事 定到了之后 你给我发消息 我陪你去吧 没等他说完 我直接答应下来 对于吴小可 我也还算有些好感 我也并不愚钝 自然是清楚吴小可说这些话的意图 但其实我并不反感 既然简单聊了一会儿后 吴小可说自己要先走 但就在这时 一张熟悉的脸凑过来 美女 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一个自认为帅气的男人 俯下头来 朝着吴小可问道 这样的举动 让吴小可吓了一跳 可以认识一下吗 那人抬起头 我才看到说话的这人 正是韩羽黄 是你 龙潇潇满脸震惊 虽然以前知道他是个渣男 但是亲自在渣男现场 这感官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是 韩羽黄脸色疑惑 果然是个渣男 没等他反应 龙潇潇直接站起来 给了他一巴掌 韩羽黄捂着脸 正要发怒 然而就在下一刻 他看到了我 我全程都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然而仅仅是我这一眼 却是让韩羽黄浑身一颤 哥 王哥 他连连后退 又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吴小可 这个座位 他也明白了一些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王哥您的马子 真是抱歉啊 呵呵 我轻笑地看着他 是不是我的 你都想动了 这种笑容很平淡 但我想在他的视角里 或许会很恐怖 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并且总是对我身边的女人有想法 或许 该轮到他受惩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韩羽黄一边后退一边道歉 就是你这种货色 让柳如烟怀孕了 龙潇潇不依不饶 准备抓着他追问 但是韩羽黄跑得很快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离开 在人走后 我也是将吴小可送出了学校 当吴小可上车后 我拨通了一个电话 帮我打断一个人的手 另外 我要他丧失那种功能 电话里传来一道沙哑的声音 明白 钱和照片没有多话 我挂断了电话 上一世 既然我能打断他一只手 那这一世 自然也不难 并不是为了报复 也不是为了谁 仅仅是为了我爽而已 既然要让柳如烟一无所有 那就彻底一点吧 那些拿钱办事的人效率很快 才一个多星期的样子 学校里便传出传闻 那个渣男被人在校外打了一顿 听说手脚都断了 而且还被打到了关键部位 直接卧病在床 岂都起不来了 对于这件事情 韩羽黄的惨状几乎无法描述 虽然只是要了一只手和关键部位 但那些人还赠送了一只脚 这倒是没有想到的 这件事情 我直接转了三十万过去 三十万的价格 比起市场上都是高了很多 但对我来说 我并不缺那点钱 想对付一个人 手段有很多 花钱是最简单的办法 而很快 我收到了吴小可的消息 确定时间就在这个周末 周末时 我特地收拾了一番 因为是内测 电影院里只有我和吴小可两人 电影开始播放 吴小可却低下了头 这样看自己演的电影 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点头欣赏着 相信我 这个跨年之后 你的人生也将会有一次跨越这番话 其实并不是故意夸大 因为这部电影 在我重生的基础上 不管是内容还是画面 都兼致得很好 主打青春爱情 跨年档上映 一定会大红 吴小可脸色却是更红 真的吗 嗯忽然 我感觉到一只手轻轻握住了我 黑暗的电影院中 吴小可完全低下了头 我轻笑着 伸手牵住了他 我 我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你的一些事情 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你 但是 下一秒 我却是直接抱住了他 配不上我 只要是我认可的人 我就有足够的能力 让他和我匹配 你也一样 我的语气并没有半分犹豫 在黑暗中 我感觉到那只抱我的手 用力了一些 最后 耳边只传来一道支支吾吾的声音 我 我会努力的 当我们从电影院离开时 那只小手已经紧紧的牵住了我 毫不意外的 在跨年之夜时 我们的电影取得了爆红的成绩 电影的名字 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而总体的票房 更是突破了3.6个亿 对于一个低微成本的电影来说 这几乎是奇迹 而我所创建的电影公司 也是在一夜之间爆红 想要和我合作的人 更是络绎不绝 父母也知道了 我在外面做的事情 更是给了我一笔钱作为奖励 而我的计划 也从现在开始 通过这场电影 我要和柳佳合作 柳佳的主要产业 也是版权和电影 和他们合作 变相的就可以吞并柳佳的资产 而且是柳佳愿意让我吞并 能够参与公司分红 对于柳佳良老来说 也并不亏 资产还是他们的 只是掌控的权力 在我手里而已 只要我不想给 柳如烟拿不到一份 只能每年拿到那一部分分红 关于柳佳投资的事情 很快便是被我办好了 这部电影上市 我的公司上市也是必然 第一轮融资 足足有上百个亿 下一部电影 也在筹备之中 这五年的时间里 我太清楚那些爆红的电影 是什么影视逻辑了 所以 接下来的一年里 票房一路走高 没有一部电影 票房在三个亿下 甚至还有几十个亿的票房成绩 而吴小可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从原本刚毕业的英介生 不过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 她的海报铺满了大街小巷 我和她牵手 最开始爸妈有些顾虑 但在我的能力下 最终还是点头了 毕竟我们家 也并不需要所谓的商业联姻 来维持生存 连带着家族的其他产业 都是跟着变好了 充分利用短视频的力量 让我们家族的产业 几乎是翻了好几倍 至于柳如烟 则是听说她和韩羽黄私奔了 孩子打掉了 但从她家里逃走 至于去了哪里 至今了无音讯 不过 想必对于已经没有那个功能的 韩羽黄而言 私奔也没有什么用吧 毕竟也不能再让柳如烟怀一次了 倒是柳如烟 失去了家族庇护 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对于韩羽黄而言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她不会过得太好 这期间 我去看望过柳母和柳伯夫一眼 两位老人像是一晚上 老了十多岁一样 头发已经肉眼可见的花白 那晚 柳伯夫喝了很多酒 柳母拉着我 也说了很多 柳家投资你是正确的 我们产业或许以后 都会交给你打理柳伯夫拉着我 语众心长地说着 我通通点头答应 归根结底 我怨恨的是柳如烟 而和他们无关 又是过了两年 我和吴小可定下婚约 而我的公司 早已经过了最终轮 迎来了上市阶段 全程都张贴着我们的订婚现场 吴小可本就是当红影星 而我更是影视圈的传奇 本就有着不小的热度 甚至电视台还专门 对我做过好几期专访 订婚之后 我因为上市要去出差 但这一次 却让我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是城市的雨夜 我撑着黑伞 看见公交站拍前 站着一个临湿了的女人 那倒背影有些熟悉 她看着车站滚动的广告牌 眼神中充满着遗憾 那张广告牌上 正是吴小可穿着婚纱的模样 这本该是我的 远远的 我听见了她的尼南 这个声音 我在哪里听过 当她转头时 我看到了她的侧脸 她同时也看到了我 柳如烟 王山 这一刻 我们对视着 空气仿佛静止 只有夜晚的雨幕犀利作响 我没有说话 她同样也保持着沉默 那双眼睛 在短短几秒的时间里 流淌过各种情绪 有愤怒 遗憾 感伤 可我的眼神里 却没有任何情绪 柳如烟今天的下场 全是她自己的选择 而我的复仇 早已落幕 最终 公交车在车站停下 车来了 我先走了 我收起黑散 再见 全文完